第兄姐妹早晨,我是林少奇牧师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比德前书》二章11-17节 愿神的话语,鼓励和提醒我们 《比德前书》是使徒比德社被分散在小亚细亚境内 即是今天的土耳其内的五个省份 包括本都、加拉泰、加帕多加、阿西亚和比推离的信徒 对象主要是非犹太裔的外邦信徒 他们所居之地的居民大都是异教徒 按自己的传统信仰敬拜偶像 过着放纵情欲的生活 他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 与基督信仰的圣洁公义形成强烈的对比 贵信基督的外邦信徒更常常遭他们的毁绑和灵欲 当中更加有信徒为基督的名受欲骂 所以《比德去信》勉励这一帮外邦信徒 藉此坚固他们的信心 又循生他们已经是蒙神简选 得着基督的救恩 是神的子民 虽然现在在八般的试炼当中 仍要忍耐到底 信服圣灵的大领 追求过圣洁的生活 在经文二章十一节 《比德称》那些悔改归主的外邦信徒为 客女、寄居 客女和寄居可比较为信徒 好像寄居的客女一样 在世上的日子是很短暂的 信徒要以天上永恒的家为盼望 然而客女和寄居 也都反映外邦信徒 在罗马政权之下的社会地位 他们大都是以乡人和基层人士 忍着不同的原因移居到当地 他们没有长期固定的居所 经常被轻视 和得不到社会的保障 也都享受不到应有的公民权益 身份就好像客女一样 外邦信徒虽然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 但他们的言行举止 一举一动 却被受关注 稍有差词 就成为评激的对象 当他们悔改归主 立志跟随基督个圣洁的生活 就惹来当地人奇异的目光 在《比德前书》四章四节的描述 他们在这些事上 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彼那放荡无道的路 就以为怪 委绑你们 所以 《比德勸他们要持守信仰》 禁戒即是远离 避免肉体的私欲 在十二节这样劝勉他们 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 好让那些人 虽然委绑你们是作乐的 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而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就是说那些毁绑信徒 不顺着的爱邦人 因为见到他们的好行为 就在监察的日子 即是主在来 最后审判的日子 与神的子民一样将荣耀归给神 而下文二章十三节 至到三章十二节 《比德教导信徒如何在生活当中活出信仰》 在十三到十七节 《比德勸勉信徒要信服掌权者》 对于一群长期受压迫 和被社会忽视 信主之后 由常租委绑 和令狱的爱邦信徒来说 信服掌权者 即是当时的罗马军王 和他所差派的官员 和军王所颁布的一切制度 委实不是容易的事 然而 《比德勸勉信徒信服的理由动机 是为主的缘故 因为他们值基督的救赎 罪以得赦免得自由 他们现在都是神的仆人 他们要忠于神 和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就是要他们行善 《比德深》 甚至到爱邦信徒的难处 因为他自己 也都因为福音的缘故 常遭到在上掌权者的迫害 而受很多苦 《比德勸他们行善》 一方面担心他们 以自由为藉口 做了很多恶事 令那些逼迫他们的人 变本加厉地攻击他们 另一方面 好让那些糊涂无知的爱邦人 因为看到他们的好行为 就闭口无言 《贵荣耀比神》 而在经文17节 《比德更进一步教导爱邦信徒》 要敬畏神 敬畏神的具体表现 就是尊敬众人 和尊敬君王 因为无论何人 都是神所创造 神看每一个人为宝贵 在《药幸福音3章16节》中说到 《神爱世人》 愚文的意思是 《神爱世上每一个罪人》 也唯有创造者 有最终的审判权 去评价和审判受造物 《比德前书1章17》 和《4章5节》提醒我们 你们既清那不偏代人 按各人行为审判 人的主为父 就当全敬畏的心 到你们在世 寄居的日子 他们必在那将 要审判活人 死人的主面前 神是仓造我们的主 爱我们的父神 公义的主 将来我们在主的审判台前 都要向神交仗 神会按我们所做的 来到去审判我们 画想 画佛 所以我们为主的缘故 要以敬畏和信服 过每一天的生活 并以行善 见证神的荣美 要那些不信 或者想委绑神的人 惊叹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 奇妙作为 也都盼望我们将来 在神的审判台前 都能够得到主的肯定 和称赞 让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天父 你是大能的神 爱我们的主 在幻变的世代 很多事情都不是 我们能够明白和掌控 但你是历史的主 掌管宇宙万物的神 求圣灵帮助我们 尝存敬畏的心 以信心和信服过每一天 在生活上面 见证你的名 让你的名得荣耀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祈祷 阿们